哈囉大家好我是可彤 歡迎大家收看林可彤的美麗配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個在床上就可以做的運動喔 你們一定要鞋起來喔 首先呢我們先趴下來 然後呢把手伸直 然後頭呢要記得要跟背成一直線不要 開Arch的這個後面的鏡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左手跟右腳一起抬起來 然後撐住五秒 好那一邊我們要做十下喔 那只要撐到呢你可以接受的地方就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你後背這邊都運動到了 然後你的肩胛體這邊也運動到了 那如果你做了比較習慣這個力量之後 你也可以試試看 兩邊一起起來 撐住五秒然後再放下 就可以訓練到很漂亮的後面腰部的線條 好那第二個動作呢是要教女生怎麼一起做伏地挺身 那這個動作對女生來說有點難 所以呢有一個方法可以比較省力 就是我們膝蓋是跪下來的 然後這樣子做伏地挺身你就會覺得不會那麼難 那伏地挺身其實對女孩子很重要 它可以訓練你手臂的肌肉 也可以讓你上面這個胸部呢比較豐滿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動作呢是每個女生都應該嘗試的 那記得兩個手肘要往內夾 要往外伸 這樣子呢會訓練到比較多手臂的力量 那久了你就會發現你手臂有力量了 然後你手臂的線條也自然就會變得越來越漂亮 那接下來的動作呢我們都是用櫃姿來做 那記得呢兩手跟兩個膝蓋呢都打開跟肩膀一樣寬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來先訓練我們的屁股 那這個呢可以在睡前都可以做 因為不會很辛苦 所以可以很輕鬆的就練到屁股的線條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屁股的下緣有酸酸的感覺 那有另外一個呢會讓大家覺得你會練得更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在訓練你哪一個部位的時候你就用心的想著它 像現在我就想著屁股要槍起來 這樣子呢會有示範功倍的效果 那第二個動作呢我覺得很厲害的 它是可以練到你的大腿面側 還有女生住在你的這個側腰 那還有練到一點點屁股 所以呢是有三個部位都可以訓練到 那記得呢一樣採取跪姿 就是我們讓膝蓋靠近手肘 然後往另一側踢出去 而且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其實你的腹部也是有用力的 只要腹部有用力呢 對於消除你的小腹呢就很有很有幫助 那在往另一側踢出去的這個同時呢 你的這邊側腰就延展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可以幫你消掉你的腰側的腰內肉 然後再換邊 一樣膝蓋碰你的手肘往另一側 踢出去 那在這個拉扯的過程當中 你的大腿內側的肌肉也會運動到 那大家可以配合這裡的呼吸 以下以下慢慢的做 OK